即时新闻综合报道,新加坡研究人员现在发现将俗称青花菜绿花叶的西兰花做成优格,能够杀死生长在肠道内的癌细胞,并将这份研究发布在自然生物医学工程自然科学期刊上。 根据每日邮报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张马修、Matthew Chan与博士和陈龙、Chan Luang Ho将肠道内的大肠杆菌透过精英工程将其转变成能附着在肠道癌细胞表面的益生菌Probiotics,并将只搭配青花菜做成优格给实验老鼠吃下。 该医生菌在老鼠肠道中产生酵素将西兰花内含的抗癌物质萝卜硫素Sulfurine分解出来,几乎杀死在实验室中生长的肠道癌细胞,并将小鼠肠道癌肿瘤缩小75%,研究人为西兰花优格既可以预防肠道癌,也可在肠道癌肿瘤切除后,用来清除残余的癌细胞。 特别的是,这个食品对其他类型癌症如乳腺癌和胃炎的癌细胞没有影响。